大家好 歡迎來到ASMOS.com 這次我會介紹一個APP 叫做TuneIn Radio 是一個電台APP 裡面收錄了超過全球 7萬多個電台 200多萬個網上Podcast的節目 內容很龐大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 左上角有兩個圖案 一個是白色的 一個是黑色的 白色的是TuneIn Radio的免費版 就是淫廳 黑色的也是TuneIn Radio的PRO版 是付費版 它有多個錄音功能 其實跟免費版的介面內容是一樣的 我們看到 由付費版進去 就看到主版面 現在在播放什麼 會抽一些熱門的 有音樂、新聞、運動、資訊 我們按左手邊有一個遊覽 遊覽我們可以看到 有本地電台 我們按一按 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年代都有 以婚年代 如果大家想聽到哪個年代的 例如九十年代 你按進去就會有很多電台 排出來 有不同的地區 有不同的國家 有荷蘭、德國、美國 有俄羅斯、瑞典、美國 大家可以看看 聽到哪些外語歌 多數是我們香港人 多數是美國 現在正在播放 但現在沒有聲音 因為如果有歌曲聲 就怕觸犯了版權法 所以我們純粹介紹介面操作 大家可以到時下載聽 這個版面 進去後看到 唱片的風套 右下角有一個下載 iTunes 其實可以購買的 我想是八元一首歌 或者十元八元一首歌 右邊是相對其他類似的電台 都是在播放這類型歌的電台 右邊的電台 可以拉上樓梯看 說回iTunes 付費版有一個好處 你可以即時錄 即是你不用去iTunes買的 基本上 你就這樣錄都可以 錄在哪裏呢 付費版就是多一個按鈕 在螢幕最下面的中間部分 大家看到一個紅色的原點 我們按一下它 按一下它 它淺紅色的變成... 應該就是... 先看看 對了 變成深紅色了 即是它有一點點... 即是告訴大家 現在正在錄錄了 是這樣的 那... 呃... 如果大家 比如看到一些歌 自己喜歡的歌手 那首歌很喜歡聽的 這樣就錄了 那它又不分時間的 你那個... 譬如你的iPad 或者iPhone 的容量多大 還沒錄多少 這樣 你可以... 你可以錄...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即是不停錄都可以的 那有個好處呢 錄了它有個好處 就可以隨時翻聽 或者你... 你... 比如你拿著一個iPhone 有的時候... 你知道... 有的時候的地方 ...有的時候不是那麼好收的 或者在這裡不想耗生那些... 3G那些... 流量 那你就可以錄了它 那就是... offline 去聽 所以都挺好的 付費版本港幣是53元 你只買一次 每一個 每一個 裝置 不同iPad、iPhone 只要是同一個Apple ID就可以裝 所以差不多 買一次就每一個 裝置都已經可以 可以 可以是 用得到 這樣 我們搜索 有一個搜索功能 搜索功能 例如之前我打了台灣 譬如share多次 有很多台中、台北、台南 如果想 聽台灣歌的朋友 就很好了 你可以找到一些 很pop music 很hit的 如果 韓風 我們喜歡 很帥仔的韓國 組合 打Kpop 就可以了 因為真的太多了 任你找 譬如I love keyboard 按下去就可以 就可以去到 那個電台 電台基本上 他們很專門的 你喜歡古典 就不斷播放 不斷播放 其實是很正確的 你看看 這些帥仔組合 我想我們香港的 學生 學生會很喜歡 所以就是 節省一點錢 如果你只是 53元買了 這個付費版 你任錄 你也不用去iTune買 是不是 不用按iTune icon 你隨便錄 然後錄下 最新最快的都有 那 那 除了韓國 我們可以打 日本的 JAPAN 有很多 是啊 有不同的 不同的 這個 對 有不同的 電台 有很多 iRadio 日本的 可以分不同區 這個 之前我按過 這個 這個很有趣 又有些 用漫畫 可能日本喜歡漫畫 用漫畫 那些 嗯 那個 iTune做的電台 這樣 你可以看到 雖然聽不到 因為沒有辦法 因為是版權問題 但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有很多 選擇 有很多不同的電台 可以選擇 你按一按 它 搜尋的電台 是營一營的 Kawaii Radio 哦 它是法國 即是日本粉絲 即是 即是不同地區 對 這些 paincular 我不是日本粉絲 我不懂 真的很多 對 很多 那 先看 就介紹了台灣 韓國 日本 總之你 喜歡不同地區的 電台都可以 搜尋到 那你都可以 即時錄 如果你是付費版 即時錄 那這個非常之好 即是你只付一次錢 不用付月費 即是不像KKBOX 或者是 Spotify 那些 那 對了 收藏了 我們剛才 收藏了一些 錄了的音 你可以在這裡 即時聽回 按一下 按一下 另外一個非常之好的 就是它 除了音樂 你看到我們去遊覽 那裡 你看到有些新聞 如果你喜歡 留意一些新聞 你什麼都有 找一句 有神早新聞 有其他 BBC News 你按下去 你看一下 每個小時 去更新的 BBC News 這樣 這個APP 真是 遇到很多 如果說電台來說 差不多 什麼都有 所以 真是 很豐富 如果有時候 譬如現在我們 你喜歡一些 類型的節目 都一定要有 譬如我們現在 很喜歡 消費性科技 例如iPhone iPad 或者Android 或者其他科技公司的動向 Microsoft Microsoft Google Twitter Facebook Apple 他們都會有 這些 talk show 就是 這些節目 清談節目 是講 關於現在 那些 消費性科技 就是 手機 手電 那些 當然 除了 這個 你可以選擇 除了這個 消費性科技 真是科技 即是 那些 有些 Science Friday 那些 嚴肅一些 有些科幻 那 我覺得有一個更加好的 譬如兒童 有些 適合兒童的 原童的節目 是玩玩星期天 這些 Pause and Tells Keys for Kids 這些可以讓小朋友聽 這些節目 都是不錯的 那 有時候 你可以錄下它 錄下它 然後再讓小朋友聽 你不是一定說 就是 教得對的 那個時間 那些 不是一定教得對 你可以 錄下它 這樣 可以讓小朋友聽 那 有很多的 有很多不同的 類型 這個真的不錯 因為除了 純粹音樂之外 其他 Podcast 就是 的資訊 可以 大家都 會有 可以這樣 所以 我覺得 這個app 真的不錯 大家可以 先下載 免費版 然後 才覺得 是好的 可以買 付費版 只是買一次 每部機器都可以用到 當然 又可以隨意聽 這音樂 挺好的 好 謝謝大家